這就是一個用木系的環 駕駛 那一對那些人說叫做上海 今天當個駕駛就不會太離開 因為這位置都要來 就很喜歡你關心 很高 這就是這個駕駛的物料 其實原路是有些鄉郊路條的用 鄉郊路條都是一些沙泥的路 就是沒有鋪駛的車 如果那些車走得多 你見香港的這個地方 走得多的路 那個位置會往旁邊變了兩條坑 或者大會會衝走沙泥 但是如果玩我們這個場地越野車 如果沙泥就不停開 變成一條沙泥其實就落不到車 所以大會特別安排 就是好像你可以用沙泥來形容它的物料 就希望將沙泥比較盡黏一點 我們現在第一節的自由練習就完成了 立即看看那個排名 好 剛才一路 因為車手都沒有 96路車的就叫做韋美 有韋美 就介紹你的車子最快 做36.84 接著之後就是Darrett Anderson 中文營造安德32號車 只差0.085秒 36.96 第三位老闆就是剛才沒開中文名的 當中文營造衛秘書 現在又有看澳門賽車 可能記得他的名字叫墨尼 然後就走 177號車就是第三 時間是36.96 19歲的年輕車手 澳東的份 做37.2號 暫時排第四 最後就是這個Amica Amica就駕駛19號 白色車 時間其實不慢 只是差5秒 難以低 看來剛才第一轉的不計時練習 兩位第一次出正的車手 相對就比較駕駛的好手 時間就脫身 車也不是太複雜 現在南黑就見到 但以來的自由練習就差出了 第一次出正的車手 第一次出正的車 第二位呢 就開車出正的 這一位呢 就是Nicolas 南航 那邊又掛電車 看來的 就是Temo Scheider的車 44號 這部 Scheider 就是第二位 剛才打破 Gristofferson 就是年輕紀錄的 這個路線 就打破了 現在坐下就 在我老闆 在我買一成 那這位呢 是值得投入的車手 因為呢 全年呢 這麼多站比賽里面呢 其實呢 就是Nicolas 基本上呢 是贏了 除了呢 這個比賽周圍呢 去到南非呢 就是這位 44號的Temo Scheider 可以呢 偷盡一場勝利啊 Temo Scheider 馬上提到 我今天晚上 潔靜山 那位潔靜山 那位 那 那些車也不知道 就是 其實就是 有看過其他車 是E2009年 和E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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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是有料之人 然後 之後來到這個 2018年 其實 我們參加這個 WPCR 世界國際盃 那裡 是第二位 都拿到一個 貴亞軍 那 就是 更高手 那 所以 那邊 就 完成了 就 第一位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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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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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全都好玩呢? 今天是很幸運 大家現在經過看車手的拉扭 大部分都是發勾車手 在這個蛙比賽以前發明 有很多車都發勾車手 輸出有用 很快的車 因為發勾經常下雪 不是下雪 所以就算平時出街開車 超級展場 有兩位 結果 那個場地 都是一顆顆顆顆 所以他們 在這個比賽中 就有很理想的成績 剛剛看到 現在這部車 其實是比賽的排名比較高 所以這部車都很高 剛剛回來計算 你會看到這部公開 就是一部車 就是五屆的世界冠軍 Ulan 中文字幕 暫時有35%出發 有很多 中文名叫做 格林博爾普 暫時現在行第二 最後 TML Henson 都上隊第三 打第四 反而Chris Robinson 仍未做到好成績 有機會啊 有機會的車手很多時出來都不心急做派轉 他們都會試每一隻彎 每一隻彎 看這個角度好些 還是這個角度好些 美派多少才合數 究竟走哪條線 詳情的抓盡力究竟在哪個位置